有人会问,究竟有国财有家,还是有家财有国? 无论答案是怎样都好,两者对我们同样重要 根据基本法第一条,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就好像一对父子,血脈相连,永远都是一家人 而按照基本法第二条,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受刑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 享有行政管理权、立法权、独立的司法权和中审权 所以,团团有的关怀和爱护,其实都是爸爸给的 有爸爸先有团团,同样地有一国先有两制 我们要一起守护我们的国国家,因为我们永远都是一家